花莲地检署针对台铁太鲁格号事故展开侦办 8号指挥调查局法务部连政署 搜索相关公司住家共识一处 约谈13人导案说明 据了解东兴营造公司负责人黄平和 中午被检调人员带回征讯 不排除朝官商勾结 以及公务机关发包监督工程 不立方向侦办 东兴营造负责人黄平和 住着拐杖一搏一搏走进花莲地检署 面对提问不发一语 只是摇了摇手表示他不想多说 就连外界认为他跟傅昆奇 交情深厚的传闻也不一一驳斥 东兴营造在这场泰鲁格出轨案中 扮演关键角色 因为他不只聘请李逸祥当工地主任 还承包花莲县府与中央的案子 再发包工程给逸祥工业社 现在黄平和等五人全被带回讯问 除了黄平和及他的老婆 还有欧高林长青的太太 也被林正署带回地检署 他们用包包和带子挡住脸 低调不讲话 有没有牵涉其中 检调都将一一追查 工程车落轨 害泰鲁格列车撞上 造成50人不幸罹难 花莲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 廉政署搜索相关公司及住家 共11处 约谈查证共13人 检调持续抽丝剥茧 希望能将台铁到承包商 以及工程行之间的关系厘清 并清查是不是有见不得光的金流 才导致不肖厂商能持续不顾施工品质 希望以极低成本进行国家重大工程 进而量成大货的恶性循环 有结束的一天 记者综合报道 大批园警进到民宿 将头一一工阿豪带上警车 根据了解阿豪在事发当天下午入住 是由其他人帮忙订房 当天园警拿照片给民宿业者指认 马上就认出来并请他下楼由警方带回行大 阿豪跟李一祥工作一段时间 原本住在劳家四楼 出事后马上住到外面民宿 戴着黑色安全帽 身穿黄色外套 他就是4月2号坐在李一祥工程车 副驾驶座的非法越南一工阿豪 事发后从工地逃逸 警方终于在7号下午4点 花莲火车站附近逮到人了 晚间在12名远警戒户下 移送花莲记检署附讯 被检方一过失致死最嫌 做出强制处分 当时坐在副驾驶座 这名身穿浅色衣服的男子 就是逃逸的越南非法一工阿豪 李一祥雇佣他作为卸货助手 根据最后调查 工程车疑似就是先卡在树丛 李一祥想用怪手把工程车拉上地面 没想到一个意外 工程车落入轨道中酿成悲剧 但怪手到底是谁开的 有没有可能是一工阿豪 操作不慎 非法一工阿豪迅后遭强制处分 甚至因为有逃亡勾串灭阵之鱼 遭禁止接见 那如果现场只有两个人 李一祥已经遭到羁押 又是为什么阿豪还需要被禁见 根据了解当时他有提供通联记录 给检方调查 疑似因为有删手机内容才遭禁见 而在8号李一祥也被借题 不排除要对照两方说法 清楚黑猴也被调查局带走 被告在现场他所做的行为 就是本届核心的侦查作为 那我们昨天申请羁押 也是因为认为有勾串灭阵之鱼 所以我们目前还不会对外说明 谢谢 李一祥从事发后 曼口谎言检方成立专案小组 抽丝剥茧一一调查 如今谎言一个个被戳破 要还给亡者以及家属 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